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百四十集的 《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訂閱 按下小鈴鐺 另外就是comment like and share 也可以follow我本人 以及《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今集大家都看到 我再次用Podcast的形式 這個形式可能都會持續幾集 因為在我錄製的第二天 明天我會有外遊 今次是去Canada 特別是兩邊我都會去 溫哥華和多倫多 時間都比以前的外遊稍微長了一點 是差不多接近兩個星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原諒 今晚特別急的跟大家錄了這個Podcast 最主要就是我剛剛看了 這個 《黎徹沙亞馬蘭》 即是M Night Shyamalan的新戲 這個叫做Trap 圈套 這個電影是剛剛緊接著美國上映的 大家也都熟悉這個節目的話 都可能知道 我其實一向都是這個Shamalan的 是一個擁有的擁有的 即使他拍過一些 其實對我來說只是兩部 是比較不算很理想的電影 也就是這個 2010年的The Last Airbender 神風終極戰士 和2013年的After Earth 末日一千年 其實他這麼多部電影 我都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從非常好 即是差不多是接近一部傑作 到很好 都其實是一定是better than average 起碼都有一個中上的成績 尤其是他在那兩部 所謂的很多人口中的disaster之後 其實他已經是反彈了很多年 即是相比起 即是計算起來 他從2015年的低成本的製作 The Visit 空房開始 是到今年2024年 都接近九年了 九年裡面他先後推出了六部電影 那個產量其實是相當豐富的 每一部戲我都覺得是有新鮮的地方 也可以說是有突破的 還不算賣 但是他另外還監製了和導演了頭兩集 還是三集的一個影集 就叫做The Servant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其實 其實Sharmarlon一直都沒有令我特別失望 即使是去到這個末日一千年 我都覺得是有可以稱讚的地方 那這一部電影在美國正如我所說的 剛剛上了 其實賣座的成績是比不上他前幾部電影的 其實我們都說過的 就是說After Earth之後 他那個反彈 他很聰明 第一他就用一個很低成本 一直保持著很低成本的 就是他的預算是去拍他的電影 The Visage只是用了500萬 就是他自己的錢 以後所有的電影 其實他都是part of那個製片人 他自己都有投資 去到這一部Trap圈套 其實已經算是他這麼多部電影 即是這九年之間這麼多部電影 最貴的一部電影 我查過那個budget 總共是3000萬美金 但當然3000萬美金來講 其實在Hollywood的standard 都是屬於相當小的 so far他是第一週 他就總共在domestic 即是在本土 就收了15.5M 即是1550萬票房紀錄 但其實這個是計算他的預售 以及是有些優先場的 嚴格來說不算太好 那麼全球的收入 直到我今天錄製這個podcast 為止就去到23.8M 即2380萬美金 即還未是match到他的budget 大家都知道即使是match到他的budget 其實第一這個budget 是未計算宣傳和發行的費用 那個也是相當大的一筆數目 另外還未計算是戲院的分帳 所以有可能 我相信這個戲 可能是比較慢慢緊 即是會不會回到本呢 那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還有還要看看他串流那裏 即是那個銷售的情況如何 即是我們不以box office論英雄 其實他前幾天一上映的時候 就是美國的影評 無論是網上高的評論 或者是這個媒體 即是實體文字的評論 其實都是很多很多的 證明第一就是 亦都有可能 和荷里活最近的影業是低迷 即是沒有什麼所謂的blockbuster 即是除了這個inside out tool 還有這個死事與狼人 是真真正是說賣座之外 其他其實都是很平淡的 可能亦都跟這個有關係 另外我覺得他的marketing 起碼在譬如他的trailer 他預視了 預告了 即是給觀眾 即是會有些什麼expectation 其實我是覺得他很出色的 所以那個評論 可以說是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即是很快 加上現在真的流行很多short video 即是很多人 即是很多所謂的評論 即是一走出來 就直接在停車場 在戲院外出 商場外出 都已經在錄影 即是三分鐘 兩分鐘 所以這個現象 亦都證明他就算 其實上兩步的disaster 那個魚波 或者那個negative effect 其實到今天 仍未完全反轉 還有很多人對他有很大的偏見 還有很多人拿著這兩部戲 就說他的喜樂是很大 即是拍過一些不錯的戲 但也有拍過一些很差的戲 很爛的戲 就是這樣 我亦都看了大概是 我想都有五六段這些評論 無論是文字或是網上 都有些兩極的 雖然普遍是從不錯 娛樂性是滿意的 如果你說他的涌等 是insist on 這個戲 是他一套很優秀的電影 那個數量是相對少的 但是大家似乎是點出了 他的一些弱點 這些弱點我待會兒都可以再講 那為什麼我剛才說 這個戲的市場 是很成功的 其實Sharmarlan 他一向的市場 都是很成功的 這件事其實是跟他的電影 那個取向是有關的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他是一個很可以平衡商業 和他個人的興趣 或者是那個紫趣的換美 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一個這樣的導演 他的戲 坦白說 很多人都覺得他在這裏推銷 推銷反轉又反轉 即使在 我都不反對這個說法 即是這種反轉 這一種 即是 這個成觀中有一個措手不及 這種逆轉 我都不反對是他的 他一向的一個罪事的套路 又或者是他習慣的方法 但是其實這件事 是很基本的 因為這件事就是講故事的技巧 因為如果我講的故事 是你進去看 看了15分鐘 你就已經知道了 又或者是說瑞士兇手 雖然他的戲 真的很少是這些 瑞士兇手 如果是瑞士兇手 你看了15分鐘 或者30分鐘 你已經猜到是誰 那即是表示 其實你是不懂得說故事 又或者你那個敘事的技巧 是那個聰明 又或者是智慧 是遠遠落後於觀眾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只抓住這件事 或者抓住這件事 去鞭撻 或者是月誕 薩瑪蘭 我覺得是相當不公平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他很懂得掌握觀眾的心理 而且是很懂得用這種驚喜的效果 當然大家也聽過 我覺得薩瑪蘭 其實是很受Hitchcock的影響 雖然Hitchcock一直說過 對他來說 最重要的一部電影 講故事的方法 其實不是驚喜 而是驚喜 因為驚喜 你只可以驚喜觀眾一次兩次 而他知道之後 他不會再回來看你的電影 所以對他來說 最重要的其實是Suspense 即是一直吊著你 即是那種懸疑 或者是神秘感 令到你一直被他哭著 一直去到原場 你看完還有很多 值得回味的地方 還有很多甚至是 即是可以跟你周圍看的人 即是或者朋友 即是開始展開討論 那也都會令到你 即是想翻看 到底看看你用什麼的手法 或者是去 去娛樂了我 又或者是令到 即是產生這種這樣的 一直吊著吊著吊著的感覺 所以引申來講 他一定是很懂得貿易 而似乎他對貿易 亦都是一直的控制 是好像掌握得 即是在他自己的手裏面 即是不會輕易放手 而是可以隨便給工作人員 去搞的 那這個電影 我覺得這個Marketing 為什麼會成功呢 就是很少見 因為如果你看過他的預告的話 其實一開始 他就好像是穿了一條計畫給你看 當然他沒有給你一個結局 但是整個戲 故事的大綱 想說什麼 一早就告訴你了 就是一個約莫四十多歲的父親 帶著一個可能在讀初中的一個女生 即是可能是十二三歲的一個女 去看一個 supposedly是一個偶像式的天后的一個concert 這個女歌手就叫做Lady Raven 是一個黑人 戲裡面其實是由莫蘭的女兒飾演的 這個叫做Selika Shomalan 還有就是所有的歌曲 即是他演唱的歌曲 甚至在舞台上的表演 都是他一手包辦的 然後就去看一個concert 那個stadium裡面 其實他實際上也在加拿大 就是Toronto的一個stadium實地拍的 那個容量是可以高達二萬人 那戲裡面也有這麼說的 就是有成二萬個歌迷 即是不同年紀的歌迷 去看這一場演唱會 但是他進去演唱會的時候 這個爸爸就發現 為什麼周圍都是警察 即是已經是變成一個不成比例的 他就開始有些反常的表演 而且是很Alert 後來就被他偶然發現 當然他周圍去供 周圍去問 試探 他就找到其中一個 黑人的工作人員 就是透露了一些風聲給他聽 就是說原來這個演唱會 就是一個圈套來的 目的就是要通緝 或者追緝一個殺過 十二個人的連環殺人兇手 已經設定了天羅地網 因為他們得到這個情報 就知道這個殺人兇手 就今晚會來看演唱會 也掌握了他的一些身體的特徵 所以決志是要將他擒拿的 所以整個懸疑就是在於 他怎樣利用他的高智慧 可以逃出生天 這個就是整個trailer 短短的一個分多鐘不到兩分鐘 就把故事都說給你聽 當然沒有說到底他用什麼方法 但是這個這樣的招式 似乎第一次看的時候 好像整套戲就是在說這件事 整套戲就藏在一個很大的空間 但是也是一個很限制的空間 而且似乎是有很多很多可能性 因為人多 因為氣氛很熱鬧 很吵雜 然後又好像有很多機會是可成的 而琴拿這個serial killer 難度也相當高 就是depends on這個serial killer 因為很快就揭露 這個serial killer 其實就是那個父親 George Hannett 實現的 所以這個招式一早就告訴你 我看完就覺得 真是偽高人膽大就是這樣 不怕穿腳 反而他穿了這條腳 你更有興趣去看下去 因為覺得這條腳好像很高明 覺得這條腳好像有很多可能性 還有就是想看他的 那樣子在這麼嚴密的監控下 可以逃出生天 而這件事很有趣 亦都很Hitchcock 因為Hitchcock 往往他去描寫這個 所謂的Villain 或者是Antachines 就是這個反派 就是這個反派 其實那個著墨 是更強過或者濃過這個正派的人物 看看看看我們反而 是會為這個反派的人物 是產生了一個 未必一定共鳴 但起碼你會擔心他的案例 老實說 我其實都是抱著這個 期望去看這部電影 但是有趣的地方 當然大家都知道我的習慣 我很難不劇透 我盡量會克制 但是如果大家是想看這個電影的話 被這個電影的trailer吸引了 在這裡就最好停了 不要看 不要看這個節目 就留待你看完之後 再聽聽我的感受 好了 我是抱著這個期望去看 那我是否很期望 他到底有什麼意外給我 當然是的 那意外在哪裏呢 就是原來這條計劃 是長了大概一個小時 就是電影的一半 而當然這一半 其實都已經告訴我們 他到底用什麼方法 可以逃出天內地網 那下半段是什麼呢 下半段原來 他就是 挾持了天後式的偶像歌手 其實他是利用了他 不要說 都in a way 是挾持的 利用了他在一個絕對安全的環境下 就坐了他的車 就逃離這個體育館 那下半段是怎樣 下半段其實我覺得 在某個程度上 他在這裏玩招 或者給我們的驚訝 當然這個驚訝 其實都有包括懸疑 因為那個懸疑始終都是 到底這個 George Hannett 當然他是瞞著他的家人 他有兩個女兒 和老婆 他當然是瞞著他的家人 進行變態殺手的行為 但是在表面上 他是一個消防員 另外他也是一個很疼她的小女 似乎當然也很愛他的家庭 完全在表面上 是看不到他有任何異常的地方 而且他剛在手裡 其實是capture了他第十三個犧牲者 是ready 就是capture他在一個密室 是ready放毒氣要殺死他 這個懸疑 當然到最後 到底他會不會落網呢 到底他是怎樣被揭發呢 原來下半段 竟然是把那個天后式的歌手 跟他引發了一場 我都覺得是挺想不到的一場鬥法 而且那個鬥法 我聽一些網絡的評論 或者外國的影評 有部份都覺得不是很合理 但對我來說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是可以成立的 唯一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她對這個天后歌手 就是celica Shyamalan 就是她的女兒飾演這個歌手 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去到最後你都要承認的 不可以否認的 就是celica 那個演出 或者那個演技 的確是不夠斑的 很多的反應 似乎她是 好聽些說 你就可以說她比較低調 按住 沒有over 但實際上我是覺得她不夠出色 還有她本人的氣質 因為她生得比較矮小 她本人的氣質 亦都很年輕 她是沒有一個說服力 是你覺得她是可以顛倒眾生 她是可以擁有萬千的歌迷 而這件事在上半段 特別是在舞台上的表現 她的颱風 甚至整個show 就是那個製作 其實都是在彎彎的 也都看到其實 Shamalan 在很多時候利用剪接 因為每次拍到她的舞台 如果不是用一個wide shot 讓我們看到有三面 好像三面還是四面 好像三面大的電視 加上她本身的真身 就是這樣去表現那個show 一些近鏡 或者是後台 在側面她都有拍攝 都是透過一些帳幕 一些簾 又或者是鏡頭的剪接 是很快的 就是沒有一兩下就cut 沒有一兩下就cut 又或者是有鏡頭的運動 就是遮住她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一點 就是幫了她的手 遮住她的一些handicat 至於她的歌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坦白說 現在的所謂偶像式的歌手 就是歌藝 又或者是作曲的水平 我們不會太要求 其實她的歌是catchy 也有節奏感是強烈的 只不過我覺得 始終因為你 去到一個這樣級數的歌手 她一定有一些特色 無論是台風 或者是她的唱功 又或者是那些歌 其實這三樣東西 Selica都達不到的 戲裡面其實她是用了一個Taylor Swift 即是一個慣忌的 是不是慣忌我不知道 總之是Taylor Swift用過的一個方法 就是唱到一半左右 或者在下半場 她就會邀請觀眾其中一個觀眾 上台跟她合唱 或者一起跳舞 那一個叫Dream Girl 當然這件事就被George Harnett 很快地利用了 她的借口也有趣 雖然我覺得是容易了 但是我覺得是 都接受 所以在那個說服力 第一小時的說服力 這些地方 我覺得是弱了一點 但又說回頭 這一段的戲 其實是相當難拍 因為你經常都看到很多人 尤其是整個Stadium 當然我相信部份的Stadium 就是後面的觀眾 一來就是燈光的效果 二來就是它關燈 要你把手機的電筒打開 我相信有部份 一定是CG來的 但是我根據我的目測 又或者是我的經驗 雖然我未必準確的 但我相信最多的時候 怎麼都有三、四百人 四、五百人的臨時演員 然後很多很多的鏡頭 都是看到很多人的 無論是Stadium裡面 又或者是在外出的走廊 賣小賣 又或者賣紀念品 它也有兩層的 就是那樣東西 是很多很多人的 反而去到後台 我覺得又露了少許 因為後台真的不見很多工作人員 也都 離離去就只有一個 我想是一個女秘書 或者是一個女的長帽 去招呼George Harnett和女 亦都是那個防衛 是一點都不森嚴的 雖然我們都看到很多警察 但是起碼那個女歌手 似乎都任她走出走入 沒有人做貼身的保鏢 這件事即使是香港 我都覺得是不會那麼輕鬆 也都是有些通道 就是入場的時候 看到那些粉絲在跳舞 坦白說也是人數來講 或者那個熱鬧的程度 是稍微少了 但是又這樣說回頭 我這個不是刻意去保護 或者是這個Defend 就是薩莫蘭的 是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看了大概十多分鐘 我都覺得她這個戲似乎很刻意 第一她不介意去暴露 她那個場面上高的限制 資金上高 製作上高的限制 反而是她挺顯示給你看的 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她用George Harnett 因為George Harnett這個演員 其實她在出道的時候 她是很有希望的 亦都是很受歡迎 因為她很英俊 而且英俊之中 她有一種 就是有點冷 她還未去到邪 但是有一種很Aluve 就是很冷靜的一種氣質 其實她有幾部戲很受歡迎 譬如這個珍珠港 又或者是有一部黑鷹15小時 又或者還有一部叫做奪命高校 還有一部罪惡城 這部戲其實都是很受歡迎的 雖然她本身都是有一點點的 所以其實她是介乎很普遍的偶像 以及專門挑選一些這樣的Cult film 當然這個偷襲金 珍珠港當然不是 但是她的戲路是朝向她這一方面的 其實她的演藝事業可以再跨進一步的時候 突然之間她這個人都挺有趣的 我看資料 她就說突然間她就拉一拉自己的後腿 因為她不是很喜歡荷里活的那種的氛圍 那種很複雜 充滿了很多政治的鬥爭 又或者是人際間的衝突 這些這樣的東西 她就結婚之後就勒一勒 她一直都有戲做的 但是突然間就變得不是很多 去到最近才是在眼幕上高 她也有做一些劇集 去到最近特別是她有份做Oppenheimer 然後這套戲就直接是擔正 所以就有再引起別人的注意 她這個戲的表現 很多外國的評論我覺得很給她面子 覺得她做得很好 我覺得她OK不是很好 但又不是太差 還有她的做法 我覺得就是 我剛才想說回 整個戲給人的感覺 包括那些演出 其實是有點生硬的 譬如做她的女兒那個 我是覺得不行的 無論那個反應 譬如做了Dream Girl之後 那種應該是很狂喜 一方面是很害怕 那樣東西我覺得都做得不夠 當然就包括Selica本身 加上她的先天限制等等 那整個戲還有一個就是Hailey Mills Hailey Mills其實是一個希利米老師 她今年都78歲了 是1946年出生的 其實她一開始是做同星的 其實我以前講過她的 就是講馮寶寶有一個雨夜驚雲電影的時候 那部電影是有參考過一部叫做 《猛虎灣情殺案》的電影 就是Tiger Bay 就是Hailey Mills的第一部電影 就是1959年的作品 那時候她是十幾歲 然後她跟Watt Disney 做了好幾部賣座的電影 包括1961年的天倫樂 《Parent Trap》 以及1964年的有一個叫做 《The Chalk Garden》 中文名叫做《雨燕龜巢》 就是這樣的戲 一直都 特別是少女的時代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她很甜蜜 很可愛的 但是接著有一段日子 就是去到七十年代 到她大過了之後 其實她的聲運就一般 那她最後的一部電影 就是之前的一部電影 就已經是1988年的 就叫做 《 Appointment of Death》 《死亡約會》 就是一個英國導演 就叫Michael Wiener 是執導的 是一個Agatha Christie 就是好像東方快車謀殺案 的一個這樣的電影 都是改編自 Agatha Christie的小說 這次很有趣的 她就聘請了她回來 重出江湖 就是再登銀幕 但是她用她又用得很奇怪 因為Hailey Mills 其實她的身材都是矮小的 加上老了 她就做一個統率著整個 今次的緝那計劃的一個 她的英文的稱呼 就叫做The Profile 還是Provaller 我忘記了 Anyway就是她是那個Mastermind 但是她開頭一直出場 經常都是拍她的軟鏡 拍她的背部 因為她整個頭都是白髮 就是整個銀髮老虎 而且聽到一聲 但是同樣就是她的動作 雖然不至於腦太隆忠 但是你不覺得她的氣勢 又或者是那種果斷 包括她的聲調 你不覺得她有這種壓場感 更何況拍她的正面的時候 很後期拍她的正面 你都不會覺得很impressed 後來我都會覺得 這個就是Hailey Mills 就是這樣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 我真的不是去判斷她 我覺得她是刻意的 那種刻意就一如她以前的電影 永遠都是這麼low-tech 永遠都是不肯用很多的特技 永遠她製造的奇觀效果 完全是透過電影的visuals 透過她的銀幕 透過她的攝影機 她的音響 她製造的氛圍 去達到那個效果 那這套戲呢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給她的感覺 是很像Hollywood 例如我以前也有提過 例如Larry Cohen 好像Roger Coleman 又或者好像 很多出名的導演 例如Scorsese Depalma Copola 早期也有看 Roger Coleman 拍過很多B級片 你看到 那個budget是有限 還有這個故事 她有一條很棒的 但是她有很多bugs 這套戲也有很多bugs 我們都沒有必要逐個逐個bugs 但是雖然有這些bugs 她的峰回路轉 她的意想不到的地方 你又會覺得 啊 刻意真是鼓勵不到 蛤 又多好巧 只不過去到發展到這麼少 一條橋再轉第一條橋 中間她又有些所謂leap of faith 有些所謂偷雞 叫你不要搏鼓 所以我覺得整套戲 就造成 它真的不是給你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而且這套戲也不像她以前的戲 第一沒有一個 即是那個 fantasy 或者那個fantastic的世界 即是沒有一個奇幻感 也沒有牽涉到 有些的 是不是鬼魂呢 還是有些sci-fi的味道 解不開的謎團 相反就是一個很直線型的 相反就是一個很直線型的 而且在結構上更加很直線型的 一個變態殺手 如何落望 又或者如何逃出生天的一個故事 越往後面 其實它的漏洞就越多 特別是最後的大概20分鐘 有很多事情的確是好三爬兩撥 但是即使是這樣 首先我好像說 例如Selica 例如她拉美的那幾個 所謂的逃出生天 又或者是怎樣 可以鬥贏了George Hannes 那些她的表情等等 我都覺得是好像 除了她的表演的能力 可能是不太足夠之外 其實她是可以做到的 應該 甚至如果她的爸爸 我也不會先天 假設她的爸爸很疼她 肯定是捧她的了 我覺得是無可避免的 尤其是今年同時捧她另外一個女兒 就是我們這個戲 沒有說到的 就是The Watchers 剛剛上映沒多久的規制者 肯定的了 但是我又覺得 既然捧了一個女兒 你又不會突然間的表現 就是跌倒了 而我又覺得她 好像想嘗試另一個風格 還有就是她想玩這種 所謂的溝溝的一種B風 而且你看得出 她到最後其實 她是很想 可能是把George Hannes 這個人物 好像她的不死劫 是再延續下去的 因為她到來尾 其實她都是暗示 她最後 都是可以逃出生天的 但是這個方法 這裡我就不講了 那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到呢 我覺得 都有些 有些 可能性都是有些低的 因為始終 她那個厲害的程度 我是覺得有些不夠的 那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戲 其實是在Sharvalon的電影裡 特別在這九年之間 算是最不理想 或者最不滿意 就是令觀眾 起碼我作為她的一個擁躉 那個滿足感 是稍微是複色的 但是正如外國也有很多評論說 你看的時候 依然是被她吸引到的 看完你就會馬上說 馬上討論 當然在討論之下 你就會覺得 她的Bucks 她有些地方是偷雞 有些地方是不可信 就是這樣 特別是Ending 就是那十幾分鐘 那是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 但是當然 Depends on you 如果你對Sharvalon的印象 對她的偏見 依然沒有改變的話 這套戲適合你看的 因為你可以又罵她一頓 如果你是一個擁躉 或者對我 好像我這樣 一直對她 我是推送她的 去看她 你可以試一下 將期望 稍微降低一點 就是一個這樣的電影 或者最未想補充一點 就是第一 她這個戲有幾個特色 第一 她依然是用35米來拍攝 但其實她就不像 好像Nolan 那樣 大吹特吹 Tarantino 標榜自己 她依然是一個菲林的擁戴者 死硬派 她一直都沒有去強調這件事 其實她上幾個戲 她都是用35米來的 其實是困難的 特別是這次 這麼多人 在Stadium裡面 這麼多Calafe 還有要拍一個Concert是困難的 事實上她也是 安排了一個Concert 很大部分程度是實拍的 她的女兒真的要在銀幕上高 就是視頻機面前 去Perform Stage好 去Perform 觀眾 Calafe 也都預先給她們 派了些歌給她們聽 叫她們背熟了 然後跟著跳舞 跟著唱歌 只不過是對白的場面 會靜下來 不唱歌 但照樣動 會給她們拍子 就只是錄她們父女 或者跟其他演員的對白 所以這件事 用35米來拍 都要做到很周長 有一定的難度 另外她的攝影師 是挺有趣的 她是用了一個泰國籍的攝影師 這個攝影師的名字叫做 Cain Blue Mood Diplom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是一個泰國攝影師 她也有名的 她的作品包括這個 阿比撒邦的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2010年的 另外這個 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甜茶的成名作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就是2017年的作品 然後到這部 Trap 他們本來是想著用 4比3的標準銀幕拍攝 但後來就覺得 效果不太好 才改了 現在就是用一個 我們以前叫做 歐洲式闊銀幕 就是1比1.85的 效果我覺得都OK的 整個攝影是不是很好呢 我又覺得 我不知道 首先我不是很喜歡阿比撒邦的戲 所以你問我 波米叔叔我是頂不住的 Call Me By Your Name 我覺得特別刺激 但那一類很浪漫 那一件事 我都有一些印象的 但這個戲我覺得 其實是 沒有很突出 但Anyway 這些都是值得一提的 再講一講 就是提一提大家 因為我外遊的關係 所以往後那幾節 我是盡量會用一個Podcast的形式 也都未必是可以有 除非我在那裏看到一些新片 要不然也都未必會update 去到那麽current的討論 真的希望大家原諒 今集就到此為止